小水滴,折射生活无限精彩 大家好,我是小水滴妈妈 今天请大家跟着我的GoPro镜头 看看我每天的骑行上班路吧 很幸运,我每天上班来回十公里 能骑行在这美丽的城市绿道上 穿梭于这四季如画的风景中 春天赏樱花,夏天看眼花 秋天观红叶,冬天望雪山 在这条绿道上 常常能看见喜爱锻炼的人的身影 有的跑步,有的践行,有的骑车,有的踩滑轮 还有的遛狗和遛娃 跟这条绿道平行的是Rue Way Avenue 很久以前是一条废弃的火车道 两边是加拿大典型的居民区 有各种各样的房子 有独门独院的house、独立屋 这些是比较老的house 这些是比较新的 这些是比较旧的 应该有三四十年楼龄的三层物质公寓楼 这些是比较新一些的townhouse 连排城市屋 这些townhouse就比较有年头了 看这家的院子里还停了两辆房车 在加拿大很多家庭都有房车 喜欢开房车旅行 这是市政府的园艺工在种树 我们有这样的环境还真要多谢他们 我每天骑车还会经过这个中学 这边的学校都是没有围栏的 都有一个大草坪供学生活动 在加拿大骑自行车 基本遵照机动车的交通规则 红灯停 绿灯行 转弯便到打手势 看完今天的介绍 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关于加拿大的生活 教育和旅游的话题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小水滴 这是生活无限精彩